东海陆思义教堂是被誉明在台湾 唯一亲自操刀设计的作品 它像一双祈祷的手 也像一双方舟 清零而庄严 浑厚而优美 是所有建筑系学生 必定朝圣学习的地方 不只是东海建筑系的学生 我想全台湾的学生 大概如果在台湾要找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经典的学习的典范 都会来陆思义教堂 50多年前不靠电脑计算 就能以抛物双曲线的概念 四片墙面完全分离 由内而外看出来呈现一线天 完美演绎 被誉明用光线来设计的创作理念 成为台湾地标 外籍游客打卡热点 在马来西亚很少看到 有这样风格的教堂 必来的 朋友会推荐来这里 陆思义教堂是被誉明知名代表座 东海大学校方前往美国拜访时 就看到大师把陆思义教堂照片 放在办公室最醒目的地方 可见他重视这个创作的程度 像诗一样的简单的一种建筑语言去表达 一种非常多层次的一种空间的一种意念 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有代表性 绿色草皮 然后黄色建筑跟蓝色天空 不管怎么拍颜色都很漂亮 大师辞世 但伟大作品将永存大家的心中 大爱新闻的亚苹果记忠 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